小时候吃过用过玩过的东西不少 其中有些属于时代的记忆 比如挖着大小不一的洞 怎么看怎么怪异的水果 80年代中期 老太经常带着我 走过门前蜿蜒曲折的小巷子 去到马路对面 一家叫红叶子的水果店里买水果 那是个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 我们家除了我之外 就只有爸妈和老太 我爸的厂当时效益又不好 于是两个女人 勉强负担起了家里全部的开销 他们必须精打细算 才能尽量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 尽量让我吃饱穿暖 这家红叶子水果店 也成了老太最喜欢光顾的地点 因为经常会有一些打折处理的水果 这些水果每一个都开始出现瑕疵 但不严重 于是老太会将其买下来 再将坏掉的地方用刀切掉 变成一框看着残缺 可是美味不打折的水果 唯有这样才能让最爱的孙子 每个月都有足够多的水果可以吃 几十年后的今天 城市和居民的生活早就大变样 再也不用为吃的用的发愁 可真的回想起来 最开心的始终还是童年时光 没有长大后工作生活上的烦恼 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单纯美好 也因为如此 只要碰到跟童年相关的游戏 我总是会多看几眼 记得2000年的夏天 第一次在PS2上玩到我的暑假 当时就被吸引住了 我从来不是个什么文艺范儿的人 玩游戏也比较重口 但偶尔玩点像我的暑假 这种小清新的作品 也是很疗愈的 此后的续作也玩了一段时间 不过这个系列似乎从2009年起 就陷入了成绩 一直到今年 其精神续作《生夏时光》 20世纪的暑假才相相来迟 这是由我的暑假系列的 生父林布何开发的 真正的精神续作 开头就能让老玩家 感受到那股浓浓的怀旧味 故事发生的时间不是现在 而是上世纪末 也就是1999年的8月 主角是个十岁大的孩子 在暑假期间 跟随开马戏团的爸妈一起去到埃草丁生活 马戏团要在这里进行围棋一个月的公演 在抵达目的地后 表演用的帐篷很快就支了起来 父母和其他马戏团的成员都开始为工作忙碌 主角 也就是我 则寄宿在一个名为明日夜庄的民宿内 民宿的主人名叫金日子 也负责大家每天的餐饮 游戏里的主角是不用吃中饭的 他每天只会早晚各吃一顿饭 这么安排的原因嘛 我想大概是为了不让玩家们白天的行动被打断吧 在金日子的带领下 到自己房间安顿下来 又顺手写了篇日记 接着便可以自由探索了 明日夜庄是个三层楼的小民宿 这里的三楼堆放着一些杂物 后期小丑会搬过来居住 我们卧室隔壁的房间暂时也是控制的 楼梯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则放着保冷箱 一看就是有人居住的样子 而且这人多半是个钓鱼佬 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出门钓鱼去了 一楼有卫生间和浴池 但并不能天天洗澡 分为女汤日和男汤日 究竟是怎么分配的,我一直没有找到规律 矮草丁是个很小的小镇 这里空气清新,风景秀美 爸爸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过蛮长一段时间 如今我们也追随爸爸的脚步 趁着暑假体验悠闲悠闲的小镇生活 剩下时节到处都是飞舞的蝴蝶和各种昆虫 这些都是小孩子喜欢的东西 慢慢靠近后拿起网就可能兜住 只要是没有抓过的物种 在靠近的时候都会用圈标记出来 非常贴心 抓虫子在游戏里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每抓到一定数量的虫子都可以获得贴纸 贴纸又能增加能量条 让主角变得更加厉害 能够跳得更高,冲刺得更远 攀爬时间更长等等 后期如果能量不够的话 很多任务都是无法做的 小镇上也有不少居民 他们有大人有小孩 有的白天活动也有的夜晚出行 每天在挨草丁探索的时候 会逐渐跟这些行星色色的邻居们熟络起来 神主先生看上去和蔼可亲 爱好是养猪 还喜欢在吃过晚饭后出来夜跑 同样喜欢夜跑的还有梁子 她是个打扮时髦又努力的女孩 在好几个不同的店里兼职打工 公园里还碰到两个小孩 胖胖的叫杨界 戴眼镜的叫次郎 两人一看就是那种古怪精灵 很顽皮的家伙 明日夜庄里有个叫长刚的住客 嘴上总是说可疑 越来越可疑之类的话 不知道啥意思 感觉她才很可疑 一楼的住客果然是个钓鱼佬 名叫钓熊 她其实很喜欢民宿的主人今日子小姐 来这里既钓鱼也钓人 第二天上午遇到了纯子 她是个15岁的国中生 也是今日子的小侄女 爸妈因为中了徒步旅行大奖 要出去玩一个月 所以这一个月当中 她就寄宿在今日子这里 两人年龄差不多 很快就成了玩伴 纯子的家就住在艾草丁 因此对这里的环境比较熟悉 在她的带领下 去逛了艾草丁的杂货商店 玩具店以及纯子父母开的小书店 可以用零花钱在店里买很多东西 也可以卖东西给商店 艾草丁有公交站台和铁路 可以坐公交车和火车去到别的地方 火车只能点对点的去隔壁小镇 公交车则有很多站点 可以节省很多走路的时间 前提是先在沿途 找到这些站点才能解锁 小镇上也会有私家车 这些车主人的脾气都好好 绝对不会鸣笛叫让开 哪怕跳到车子顶上也没有关系 他们会等我们走了之后 再次启动车子 每天晚饭前 马戏团里的托克托克叔叔 都会过来喊主角 无论我们在哪里 他都能顺移到身边 然后带着主角回去吃饭 用餐完毕后 我们可以继续在镇上转悠 但是不能晚于22点回去睡觉 如果超过22点还没有到家的话 叔叔会过来强行抓人 但自己回家和被叔叔抓回去 有个小区别 就是自己回家的话 第二天早上一定能准时起床 做早操 如果是被抓回去的话 就可能睡过头 导致错过早操 小镇上的居民都过得悠然自得 对待主角也很友善 每天到处逛逛 就连夏天的风仿佛都没那么酷热了 唯独爸妈却心事重重 无暇欣赏美景 因为马戏团的情况有点不太妙 他们缺少资金 上个月马戏团没有按照契约 支付场地费的事情 甚至上了新闻 如果接下来还无法按时缴纳费用的话 就没办法再使用场地了 爸妈为此急得不得了 可是短时间内 又无法解决欠下的场地费问题 董事的男主看在眼里 决定想办法替父母筹钱 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办法呢 还真有 镇上有个叫秀人的新闻记者 一心想弄点号外新闻材料 为此拜托我们去帮忙弄新物种的图鉴 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 包括蝴蝶昆虫 各种地上捡来的钻石什么的 所有这些东西主角都会画下来 他的画便是图鉴 只要达到一定的数量后 便可以交给记者换取报酬 比如50个他付500块 再给50个他付1000块 以此类推越给越多 河里的鱼虾也不要放过 钓鱼需要用螃蟹和蚯蚓作为鱼饵 可以去商店里购买 也可以自己找找 螃蟹在海滩边是能捡到的 至于蚯蚓嘛 除了购买之外我还没有发现过 主角会游泳 也能下水摸鱼 无论是河还是海都能下去 在水里只要不加速的情况下 也是不消耗能量的 可以一直泡在水里也没事 但只能游到浮标的地方为止 不能一直往海洋深处游 无论是钓到的 还是抓到的鱼当中 都存在稀有品种 镇上有个可以免费参观的博物馆 刚开始里边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一旦我们发现了稀有的鱼类或者昆虫 都可以送到博物馆 又或者挖泥巴的时候挖到化石 也可以送给博物馆的馆长去鉴定 这些都有机会换取一定的报酬 在色谷商店的旁边有一间房 门上贴着侦探事务所 看上去很神秘的样子 其实是刚才夜跑遇到的 杨介和次郎等几个熊孩子搞的 专门调查镇上各处的谜团 比如杨介最近就发现 通往神社的路灯好像变暗了很多 他的直觉是对的 原来本地的小小神明在搞恶作剧 把其中的几盏给关掉了 主角各自矮 手够不着灯台上方的开关 刚开始也没有那么强的弹跳力 怎么爬上去就变成了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比如这里需要先爬到旁边的树上 才能跳上灯台 这里则需要先爬上屋顶 然后跳上第一个灯台 再跳到第二个灯台上才能打开 如果连续三天都把全部的灯台点亮 神主就会给我们500块作为报酬 除此之外 捡到的空瓶子、贝壳、蘑菇、钻石什么的 都可以拿到商店里去贩卖 甚至爬上屋顶的时候 还有可能直接捡到钱 这些都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时间来到暑假的第15天 也是马戏团公演的第一天 早早就有很多的居民排队入场 可是第一个演出项目就没做好 两位表演者撞到了一起 接着走钢索 空中飞人的表演也全部失败 观众非常不满意 虚声一片 马戏团成员们当然也是很沮丧 大家聚在一起开了个会议 觉得除了继续提高自身实力之外 马戏团的硬件设施也有点老化 需要更换些新的了 当然你懂的 这些钱全部必须依靠儿子我来出 一个翘翘板就花费了我9800块 哇靠 我只是个来镇上度假的小屁孩好不好 你们真的忍心拿我的钱 来添置马戏团的用品吗 好吧算了 减轻点父母的压力嘛 我也认了 只是身上的钱有限的很 马戏团里的东西只能一样一样的买 逐步改善环境吧 急不来 找记者打广告 怎能吸引更多的人来观看表演 打一次广告500块 你懂的 钱得从我的身上扣 随后我又给表演空中荡秋千的 小拉福买了身新服装 甚至还因为意外的原因 替代拉福表演了一场空中荡秋千 在我的努力下 演出场场爆满 观众掌声雷动 马戏团真的越来越好了 人生总是充满相聚和离别 这段时间 钓鱼大哥 色谷商店的老板等人 都因为各种原因 纷纷离开了小镇 快乐的暑假生活 也总有结束的一天 纵有万般不舍 也必须开启人生的全新阶段了 游戏不是凭空穿越回99年 而是成年后的男主 在回忆小时候的经历 这些旁白听着特别舒服 不急不徐 娓娓道来 虽然不是我自己的经历 但在很多事情上 还是能产生共鸣 其中书店门口的一幕 让我深有感触 正如男主所言 随着时代变迁 如今手机以及电脑 逐渐取代了纸质媒体 那些开在街头巷尾的小书店 报刊庭 大多已经在时代的洪流中 随波而去了 其他还有很多东西也一样 只有偶尔在半门半醒时 才会想起来 但我们对于快乐的记忆 却是永恒的 小时候那些不好的事情 我几乎都没有记住 只记住了阳光是明媚的 大人们的笑容是灿烂的 老太的双手是粗糙又温暖的 买回来的水果是甜的 就连夏天的风啊 好像都是甜的 对 就是甜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